空军为了庆祝814空战胜利86周年 推出一系列国军建军备战纪念影片 同时为了因应共军战机的威胁 国军也计划了就在今年年底 要在台东新编空军第七战术战斗机连队 因F16V跟永英高轿战机看到的人力需求 那么专家也分析 未来东台湾空防角色将会更加持久 我空军见而凭借着精湛的战绩 引起来败敌机 首创检巢空战大截 旁白口述对日抗战历史搭配珍贵黑白画面 是否814顺利86周年 空军应用击退日军的战史再度被扳上台面 抗战末期中共表面协助国民政府抗日 却私下不断壮大自身武装力量 确实公军战力逐年提升国军最新台海动态 争获33架次共击以及共建6艘次 其中10架次共击进入我西南空域 随着共击绕台区域范围扩及我东南空域 空军备战有所应对 国军战时原先台东制航的第七飞行训练连队 将在今年底新编成为空军第七战术战斗机连队 结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 国军战时原先台东制航的第七飞行训练连队 逐步泰换F51 共军对台威胁变幻莫测 国军严加防范强化控防战力 记者综合报道